寒冷的南极洲竟出现了数万只蝙蝠 它们挡住了探险队的太阳能装置 基地瞬间一片漆黑 女人顶着寒风将蝙蝠驱赶 但谁承想身后竟跟进来了一只 女人拿起棍子上前 可蝙蝠竟直接飞向了电源 这下它们将彻底没办法供暖 再向着外面看去 蝙蝠去而复返 直到两人被活活冻死才从太阳能离去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操控它们一样 城市中这种动物异常事件也有发生 狼群冲进监狱 像人类一样配合袭击警卫人员 不久便将监狱闹得天翻地覆 而它们这样做 只是为了救出一名囚犯 这件事不断发酵 很快传到了丹尼几人的耳中 它们是刚刚组建来调查 动物异常事件的小组 因为在此之前 动物异常事件不在少数 它们将分为两组行动 大军跟杰克负责抓住一只狼回来研究 它们三人则是去监狱现场了解情况 途中丹尼就有了疑惑 狼是群居动物 所以头狼会留下粪便 好让其他的狼跟随 地上没有狼粪 那么这起狼群袭击不仅毫无动机 就连头领都没有 很快几人到了接手这件事的探员这里 艾力跟他们交涉 丹尼的眼睛则是看向监控 它让工作人员重新切回画面 并询问了这个人的身份 在得到想要的答案后 丹尼猜测监控中的那个男人 就是所谓的头狼 因为他身边的狼 对男人表现得很是顺从 有了这个大胆的猜测 去了解监控中囚犯的妻子 丹尼两人则去找大军会合 很快到了树林 见到了大军留给自己的记号 向着森林深处走的同时 在地上见到了一只受伤的狼 显然是被附近的猎人打中的 而就在森林深处 大军见到了一只小狼仔 在追击的途中被绊倒 刚想起身就被一只脚踩住 正是头狼囚犯 杰克也遭到了狼群的追击 两人被群狼团团包围